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韩国的于金玉同修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令病危的母亲起死回生 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河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恩十如君洪台长 感恩各位佛友和师兄们 弟子在此分享学佛经历和感悟 我分享的题目是 世界上真的有菩萨在 只要你学佛念经菩萨妈妈有求必应 我在2014年的8月15日 接到女儿的信息说 姥姥在医院打针呢 我意识到妈妈病厉害了 因为妈妈是一个药墙的人 有点头疼脑热会吃药 吃些药 不会轻易去医院的 我18日回国 当天在我们最好的医院给妈妈检查身体 医生说没什么问题 回家打针就好了 可是回家打针没有用 还是头还是疼 心灵法门的孙师兄和王师兄知道后 告诉我说 这是业障病 只有念经念小房子能治好 第二天从早上九点多开始 剧烈头痛到下午五点钟 晚上不痛 跟没事人一样 妈妈说 她能感觉到菩萨妈妈念紧箍咒 孙悟空头疼的感觉 说不出来的痛 我和妈妈开始做功课念小房子 刚开始半信半疑的念经 头还是痛 孙师兄念着大悲咒 用手按摩妈妈后脑勺 不一会儿不痛了 我想真神奇啊 那就继续念吧 打针吃药都没有用 后来打针吃药都没有用 王师兄送来了七张小房子 骚识完七张小房子后 明显好转 我想慢慢念吧 可能像以前感冒发烧一样 会好起来的 没有意识到 业障要爆发了 正等待着我们 每两天 妈妈又开始剧烈头痛 不吃不喝 吃什么都吐 三天三夜后 妈妈严重脱嘴 就剩下皮包骨了 我在英里八月十二日那天 八点设了佛台 十点钟的时候 妈妈把我叫来了 吩咐了遗嘱 一会儿功夫 妈妈开始倒气了 只倒气不吸气 我什么也没有想 直接拉起妈妈 拍着后背说 妈妈你不能这样走 你快看看 观世音菩萨在这里 快求求菩萨保佑你 不能这样走呀 感恩菩萨保佑 妈妈缓过来了 这时王师兄打电话问 你妈妈怎么样了 我哭着说 快不行了 王师兄说 让孙师兄过来拿七张小房子烧送 他又不放心 跟着孙师兄一起来 来了 他来的时候 妈妈已经处于半昏迷的状态 我怎么叫他都没有反应了 王师兄念着大悲咒 给妈妈搓前胸和手心 我这边烧送小房子 一会儿妈妈真的醒过来了 从此以后 我和妈妈真正努力精进学佛了 妈妈喜愿每个月吃素二十天 放生一千条雨 只要你努力精进 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的 妈妈做梦 梦见观世音菩萨来我家看妈妈 我像小学生一样学习 观世音菩萨穿着金颤颤的衣服 非常庄严 又梦见南京菩萨来到床边 不知道跟一个小黑人说了什么 小黑人走了 南京菩萨给妈妈耗卖 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好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南京菩萨 感恩不是亲人 上司亲人的师兄们 2015年我的妈妈拜师了 许愿终身吃全素 2016年我也拜师了 许愿终身吃全素 是观世音菩萨救了我的妈妈 救了我们全家 我在此只想说 还在犹豫不觉 没有念经的人 一定要坚定信念 学佛真的能改变命运 这个世界真的有菩萨在 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如君洪台长 在分享过程中 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隆天护法菩萨 恩师如君洪台长慈悲原谅 感恩大家 感恩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